中華五千年 魏便利主持 張偉國賺稿 中偉明篇到 虎爐之戰 唐高祖李渊在評定了割據攏西的蝕人稿 和擊敗入侵進陽河東的劉武洲之後 向東方擴展 準備打通統一天下的路徑 於是 唐高祖在武德三年七月 派遣第二仔秦皇李世民領兵圍攻割據落陽的黃世聰 黃世聰早先是西域湖人 因為去長安京商 因此定居中國 黃世聰父親年幼的時候 因為他母親改嫁姓黃的漢人 所以黃世聰的父親冒充黃氏家族的人 其實黃世聰本人仍然是頭髮捲曲 上茅類似西域人的 徐文低時代 黃世聰因為從軍立功 開始做官 因為他善於辭令 又明白法律條文 能夠無文弄墨 所以可以在官場立足 尤其是到了徐陽帝時代 黃世聰懂得討好執政者 被任命為江都郡城 適逢徐陽帝巡行江都 黃世聰乘機奉迎 受到徐陽帝重視 他又暗中結色地方豪傑 增強勢力 在李密圍攻東都諾陽的時候 徐陽帝派黃世聰領兵北上救援諾陽 後來黃世聰暫時和李密和解 擊退與文化及 又乘機奪取諾陽政權 擁立月王楊彤 做徐朝皇帝 自稱上國鄭王 沒多久之後 黃世聰擊敗李密 於是東到東海 南到長江都成為黃世聰的勢力範圍 接著 黃世聰將名義上的徐朝少帝楊彤廢了 自立為皇帝 改國號做鄭 當時 唐高祖李淵已經在關中長安建立唐朝 黃世聰趁李淵和蝕人稿劉武洲爭持的時候 積極擴充勢力 到了唐高祖武德三年七月 唐朝相繼平定了蝕人稿劉武洲之後 由秦皇李世民率領五路大軍圍攻洛陽 李世民曾經在亡山觀察駱陽城形勢的時候遭遇埋伏 幸好得到大將屈辭敬得解惠 因此 李世民對圍攻駱陽城不敢疏忽 相傳 駱陽以東松山少林寺的曾人曾經暗中幫助李世民和黃世聰對抗 但是 正史上是沒有這樣的記載的 李世民圍攻駱陽城七八個月 駱陽城仍然堅守 於是 李世民和將領商量對策 秦皇殿下 我們大軍圍攻洛陽已經七八個月 但是洛陽城池堅固 防守又嚴密 而且大軍曝露荒野幾個月 已經十分疲憊 末將劉宏基認為 不如暫時退回關中 稍時休息 再等機會 劉將軍 你希望退兵嗎 沒錯 王世聰實力洪厚 不以一舉成禽 秦皇殿下 思佬無功 反為不媚 屈特將軍也認為要退兵 沒錯 孤的想法就有所不同 我軍大舉出關 圍攻洛陽 應該一勞永逸 不破洛陽又怎能夠罷休呢 而且 洛陽以東的周縣 已經望風歸附 王世聰只是死守孤城 勢不能夠 我軍圍攻半年有多 城內早已人心惶恐 王世聰怎麼能夠再堅守呢 我軍成功在望 又怎麼能棄之而去呢 沒錯 秦皇殿下說得對 我們勢不退兵 屈詞將軍 王世聰雖然不能堅守 但是末將探聽所得 他曾經多次派人 向河北窦見德求救 如果窦見德來犯 窦見德 我軍難以應付 就算窦見德真是來犯 我們亦無需畏懼 啟稟夏皇 洛陽的王世聰 又派人來向夏皇求救了 黃世聰又派人來求救 他被李世民圍攻八個月 恐怕已經不能再堅守 幾次派人來向我 斗見德求助 希望我替他解洛陽之為 黃世聰這個人一向反覆 劉先生 我們也是小心為上 下皇 微臣劉賓認為 當今中原逆勢 正是三分局面 我大廈居有河北 黃世聰控制河南 你願控制慣眾 各不相讓 如今你願意舉國之兵 為功樂陽 黃世聰眾伴親你 拜望在職 如果唐兵破正 一定會徽軍渡河 進犯我河北 下皇 正破則下有此寒之憂 這也對 劉先生認為怎樣 以微臣如見 下皇應該出兵夠正 下皇出兵 與黃世聰內外夾攻 驅逐堂兵 到時 如果有機可乘 可以盛世滅正 合下正兩國兵力 長驅西入 慣眾可達 如果沒有機可乘 仍然可以保持三分局面 請下皇三師 是…如果能夠取得洛陽 正是我太平基業 好…的確是良策 孤決定親自領兵夠正 好… 啟稟秦皇殿下 窟見得果然領兵十多萬 從河北南下聲稱救援洛陽 是…窟見得真是領兵夠正 好… 窟見得勢不可擋 前鋒已經攻陷周橋 向盈陽進發 殿下 我軍疲弊 恐怕難雨爭風 如果王世聰由洛陽出擊 我軍豈不是腹背受敵 求殿下明察立刻退兵 退兵? 蕭雨 屈突通 風德兒他們 已經亂名上書 請求殿下退兵 不可以退兵 如果我大軍撤退 王世聰更加會乘虛出擊 而且窟見得和王世聰聯合 對我大堂更加不利 故必須傾力抵擋窟見得 殿下 王世聰已經上下離心 洛陽城內良盡食絕 早已無力突圍 窟見得雖然氣勢極盛 但是他自從攻破歐洲羅毅 曹洲萬海公之後 仗嬌兵墮 只要我大軍一方面圍攻洛陽 一方面巨守武奴關 阻止窟見得西盡 窟王兩賊 一定可以破 假如慈而不決 窟見得先入武奴 我軍非常危險 而且兩賊聯兵歧勢必強 關中亦難得安寧 殿下有理 故主義而權 人力 在 全令大軍立刻跟隨故進兵武奴 阻止窟見得西盡 傅元帥屈突通 齊王李元吉分兵一半 繼續圍攻洛陽 不得鬆懈 為令者斬 準備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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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š問排部 快點 快點 隨便 李世民真是好膽 我窦見得率領十萬大軍 解救洛陽 他不但退兵 反而敢團兵虎牢 抗拒我大軍 真是好膽 夏皇, 虎牢形勢險搖 我軍恐怕難有進取 微臣劉濱和寧敬等人認為 夏皇應該放棄虎牢 領兵北渡旺河, 襲擊懷州 河陽, 越過太行山, 入上黨 再攻佔河東, 由蒲津渡河, 襲擊關宗 妖道襲擊關宗? 是, 微臣認為妖道襲擊關宗其利有三 第一, 河陽, 上黨, 河東等地 唐軍放守空虛 我軍出其不義, 攻其無備, 容易成功 第二, 可以沿途招募士兵, 徵修軍略 我軍形勢必然更為強大 第三, 關宗震驚, 洛陽自然解惠 求夏皇命查 是, 書生之見 而且, 路程太長 假如我軍未渡蒲津, 洛陽已破 豈不是更加麻煩? 何況, 孤受皇席聰請求救援洛陽 如今洛陽危在丹直 如果孤捨他而去, 豈不是背信棄義? 而且畏懼敵人會被天下人恥笑的 這樣… 互必須攻破虎牢 啟稟殿下, 末將探聽島 窦見得團兵無奴以來 軍心日劍鬆懈, 又有士兵逃走 紀律散漫, 無心作戰 嗯, 勁得 孤亦親自到陣前視察多次 發覺窦見得的將士輕挑散漫 而且時常鼓吵 所以, 孤決定按兵不動 讓他銳氣盡消, 糧食不計之際, 揮軍出擊 那我大軍破敵, 就指日可待了 殿下明見 敬得 在 洛陽方面, 軍情如何? 啟稟殿下, 屈特通派人回報 王世聰幾次出兵突圍, 都被我軍擊退 好, 烏海出兵挑戰窦見得 先命皇軍國率領一千起兵, 撤斷窦見得良道 將軍與民事及率領三百人, 衝入窦見得陣地 假如他按兵不動, 就立刻回營 假如他出兵追趕, 大軍就立刻進攻 進明 我會接受雷套 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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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你看 盜建德果然出兵, 追趕漁民涉及 是, 為首那個是學院 他匹馬真是好馬 好, 門將幫殿下搶他的馬回來 不行, 太危險了 唯一匹馬而令壯士冒險, 怎麼行 殿下放心, 敬得去 敬得果然山裙亡縣, 奪得名馬 好, 將軍史大內, 在 程咬金, 秦叔寶, 與民音聽令, 在 想想徐姑衝上去, 殺敗盜建德 是 各位將軍 盜建德已經被撲山裙, 王世聰也開城投降 傳賴各位將士盡力 拜託犯罪 末將劉弘基, 和豐德怡蕭宇等 恭賀秦皇殿下 當初你們勸姑退兵, 姑不肯聽從 然後有今日成功, 各位 智者千類, 可謂必有一失 哈哈哈哈 末將慚愧 好了 黃世聰, 鄧建德都已經投降 呼請房元寧先入洛陽, 將中書省門下省的文書封傳 等待皇上發落 鄧建德的佈下, 可以釋放還鄉, 賜田耕種 啟稟殿下, 隨朝右伯爺蘇威求見 蘇威? 他當年為了利陸, 阿富楊素 後來又向李密屈塞 皇世聰前衛, 他又向皇世聰清臣 這個魯匹夫, 無須與姑相見, 送他走 是 唐高祖, 無得四年五月 即是圍攻洛陽之後十個月 李世民, 在虎爐擊敗, 窦建德 皇世聰見形勢不利, 亦都開城投降 虎爐, 位於洛陽以東 現在鄭州市郊外, 王河南岸 亦都即是當年看高祖劉邦 和楚霸王項羽爭持的地方 是洛陽外圍的重要軍事據點 由於唐高祖李淵的祖父叫李虎 唐朝人為了備位, 將虎爐稱為武爐 武是文武的武 其實武爐和虎爐是同一個地方 秦王李世民在安府洛陽之後 班師返回長安 但兩個月之後, 即是無得四年七月 窦建德的舊步下, 劉克塔 在河北貝州的張南縣起兵反堂 河北是窦建德的根據地 窦建德在河北的時候頗得人心 所以劉克塔聲稱替窦建德復仇, 勢力迅速擴展 唐高祖李淵派李世民領兵東征, 劉克塔逃賓突厥 沒多久之後, 劉克塔借突厥兵重返河北 唐將李道元史曼寶大敗 河北周圓大部分被劉克塔佔據, 唐朝十分震驚 於是, 唐高祖李淵召集群臣商議 各位, 劉克塔借突厥兵攻陷河北周圓 聚集亡命之徒, 自稱漢東王 各位, 有甚麼平賊良賊? 啟稟父王, 臣意願意 再領兵東征, 土平易賊 世民再領兵東征? 啟稟陛下, 微臣太子善馬毅精認為 秦皇殿下太辛勞, 何不動亂 非皇太子出師, 不足以振苦 微臣請求陛下, 任命皇太子殿下領兵東征 是 建成他經常留在京師, 替朕處理政務 很應該領兵東征, 增加朝廷慰望 夫王 不用說了, 朕決定派皇太子 和齊皇領兵征討留黑塔 魏精 神災 你好好協助太子, 微臣遵旨 你好好協助太子, 微臣遵旨 追賤孤領兵征討留黑塔 太子殿下, 秦皇公蓋天下 自從平定窦見德和皇席衝以來 天下貴心, 皇上拜他為天賊上將 太子殿下雖然畏居東宮 如果沒有建立公分, 又怎麼能復天下人呢 是, 魏先生說得有理 當日世民平定鬥王二賊 班師回朝, 身披金甲 萬眾促勇, 長安全盛, 為之控動 此情此境, 孤都覺得不安樂 是, 所以皇上也答應由太子殿下 皇上掛碎東征, 殿下密失良機 沒錯, 那孤要怎麼做呢, 魏先生 殿下, 微臣認為 劉克塔只不過是亡命餘孽 人數只得幾萬, 糧食又不足 他之所以能夠背叛朝廷 是因為官吏賀客, 令亂民有機可食 只要殿下整頓周縣官吏 安撫百姓以及地方豪強 令他們歸心朝廷 劉克塔自然不公自破 太子殿下應該掌握機會 是, 謝謝魏先生指點 不敢 孤決定領兵東征 武德五年十二月 李建成, 聽從遼屬魏精的意見領兵東征 實行安撫百姓, 爭取人心 沒多久之後, 擊敗劉克塔 劉克塔被擒河北平定 平定河北之後, 唐高祖李渊進一步 武派宗室李孝公和大將李靖 領兵評定割據長江淮河下游的 杜復威、 傅公石 又評定割據湖北、湖南和領南的蕭� 領南、膠子的萬二游長也相繼入朝 於是唐朝正式統一天下 當時是唐高祖武德七年三月 也即是公元六百二十四年 唐朝統一天下秦王李世民 在平定蝕仁稿、劉武洲、窦見德、王世聰 這四大割據勢力的時候建立公分 於是勢力和威望大增 成為民主兵, 成為民主兵、 日後李世民奪取帝位的資本 李世民之所以能夠連戰佳節、建立公分 與他的軍事才能很有關係 他信任部下, 部下將士都為他盡力作戰 他在交戰之前必定親自詳細觀察敵我形勢 然後採取有效的部署 在作戰的時候他又身先時卒、古武士氣 得不到最後勝利誓不罷休 所以李世民能夠連戰佳節 因此李世民後來自稱說 吳至少經略四方, 頗知用兵之賊 每官敵陣知其強弱 常以吳弱當其強, 強當其弱 比成吳弱逐奔不過數十八步 吳成其弱必出其陣後反擊之, 無不潰敗 所以取勝多在此也 吳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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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五千年之俘虏之賤 是由李在堂、 蔡雅閣、 莫家駒、 溫泉、 李德能、 李學斌、 陳炳球、 鍾偉明、 林有榮等聯合播演 現在已經已播放完畢 煙動 吳弱 吳弱 上 kr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